照片中的女子 浓妝艷抹 身材火辣 衣服少得不能再少 她們對著鏡頭搔手弄姿 一旁還有她們的身高 體重跟三維等資料 但這不是郊遊網站的照片 而是線上映招集團的廣告照 有別於傳統的映招站 在這個通訊軟體的群組裡面 主打不會遇到恐龍 不需要經過打槍 警方從嫌犯的車上跟電腦裡 搜出大量的會員資料 男女會員要加入集團 都得經過審核 女會員必須先將自己的性感照 傳給幹部審核 過了這關 還得經過幹部親自面試 再推薦到各群組賣淫 資深的幹部 將相關的賣淫女子的資料 以及價格等公開資訊 透明的PO在群組當中 提供給男客參考 男會員則是依照經濟狀況 消費金額 甚至發表心得文章的篇數多寡 分成12個等級管理 最高級的VIP 享受的服務也越高級 至於奧客則被歸類為勇者鬥惡龍 會有一些外貿條件 比較不佳的一些女性會員在裡面 那必須要消費到一定的金額之後 才可以回到出街的一個群組 嫌犯公聲自己常花大錢印招去踩到地雷 於是乾脆自己經營線上印招站 由於警方追查LINE通訊內容不容易 兩年下來會員人數高達三千多人 其中三名未成年少女年紀最小的只有十四歲 嫌犯辨稱只是用群組來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女會員 但警方懷疑案情不單純 證訊後 依違反兒童期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移送地檢署偵辦 只有劉明皇總益 談中報道